这条黑豹这个右爪受伤了 现在有差不多有半个月了 还没有好 现在我不清楚是它这个爪子这边是扎了一个东西 还是还是它的骨头都是 不知道是它怎么弄的 以前也受伤过 但是就是过了几天好了 今天时间比较长点 现在还没有好 这条是那个西班牙西班牙普莱萨大侠 是那种阿特拉斯转耳血系的 它叫黑豹 这条犬特别的凶 它的这种毛也是比较短 今天把它放出来 主要就是看它那个爪子 啥情况 刚才看了看 我也没发现到底是具体是什么原因 它没有明显的那个伤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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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两天下雨的时候 它在那个上面发那个上面那个网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数字上 这条犬 这条犬 就是说 当时是买的 购买的时候是三个月 现在有 现在有 18个月了 就是那个17年年底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那个有一位东北的朋友 就是给我 这条犬给我三万 我也没卖 所以说还是 是 比较喜欢这个犬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犬 这条黑豹跟他父亲长得很像 是当时那种是阿特拉斯血系 阿特拉斯短短血系的 最早是那种 在西班牙牧牛犬 牧牛犬 他的 他的头版和整体这个结构 是非常漂亮 遗传基因特别好 还有他胸前那个大胸花 来的这个胸花 他父亲那个 跟他这个 就他和他父亲那个 这个胸花比较像 别的他父亲的后代都不行 都没有 都没有他的这个 这个遗传的经验好 有那个喜欢猛犬呢 就多多支持 在这儿可以就是说 联谊一下 共同交流一下 今天就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阿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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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